妳是學弟妹眼中的傑出校友嗎 妳是學弟妹眼中的傑出校友嗎 我是世新廣電系的 我們有十仙女的稱 十仙女啊 因為我跟少婷是同班同學 重點是少婷 她看起來是女學妹耶 明明這是十金童玉女 我不是她自己的 太好了 對 太好了 同學 是小優嗎 妳對我犯罵了嗎 妳對我犯罵了嗎 同學 好適合 是因為妳 好尷尬喔 正大 我大學的時候就我在帶野獸身 問題是一個女孩子貼在那邊 上面寫著免費試用30分鐘 太好了吧 10分鐘很久 她以為是正大笑話 完全不知道 對不起 這是什麼事 照片跟本人不差一樣 我是妳喜歡的型嗎 熱在震撼 不是 因為妳也喜歡可愛型 我覺得可愛型 別講什麼 好可怕 學生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成本 其實人的成長過程 總是會走過許多風風雨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老師聽到很多藝人 在後台一直在講說 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我很厲害… 英雄不提當年有 但是英雄當年真的有 真的有這麼風光嗎 這流也不得了啦 念書的時候應該都是風雲人物 那還好 還是一般般 今天我們嚇一跳有沒有 小優竟然是科班的 我是世新廣電系的 更瞭不齊 更嚇一跳是她穿這個衣服嚇死我 是… 不能這樣 不要叫我撞過來 還有啊 是急轉耶 是急轉 她修復很漂亮 到某一個年份你就 好突然的一氣話 拖出去 妳應該反穿嗎 就是這樣嘛 反穿嘛 反穿啊 反穿看看 反穿現場換 快點 換… 換個路 你要嘛就反穿 不然就反穿 反正反正 我們今天等於是一個 吹牛大賽 沒有啦 哪有 沒有人見 分心話 事實… 他們要來聊什麼 聊他們當年在學校裡面有多厲害 對 而且是那種 很誇張的 然後我們也擔心他們是在哈拉的 是 對不對 在他們學弟妹的心裡面 到底現在你的份量是什麼 對 我們就辦了一個 沒錯 你今天吹牛 牛吹一吹之後 我們直接到學校去看 然後觸碰你的謊言 如果到了學校以後 同學 學弟 學妹 甚至學校的師長 對 這壓力好大 不理事… 以前都有一句話 他上面都會寫著 今天你以學校為榮 明日學校以以為始 不是啦 以以為為始 還是這樣子 這樣就很可怕囉 好可怕喔 不行 結構…來 怎麼好好聊起來好不好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系 是我那時候的第一志願 一心想走電視 對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 進那個學校 不誇張 十仙女 真的我們有十仙女的稱號 十仙女啊 你… 而且… 什麼 而且還贏 你看 妳結巴得好嚴重 她好誇張 還贏過同班的邵婷 因為我跟邵婷是同班同學 真的是喔 邵婷沒有在這個 十仙女 她沒有在裡面 明明正是失禁同育女 那是她去中的 那十仙女總有她的標準是怎麼樣 對… 就是我們真的在學校 是大家就是男同學會吹哨子的那種 吹哨子 犯規去跑電話家 糾紗隊…對不對 不好意思喔 吹哨子跟吹狗雷不一樣喔 吹狗雷 她到底是吹狗雷喔 真的啦 她為什麼要這樣被自取失禍 這每一個學校都有… OK 人家自己這麼說 很姑且性質 第二條 上節目太忙 無法實習 老師允許拿錄影來抵學分 這麼多好 這個就是非常好的一個狀態 那個時候我去錄大學生 是幾乎就是同學老師都知道 在學校裡面錄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管電系 只要是我們這種管電系 一定要去實習 學生明星 對 暑假什麼 然後去兩隔月 那種真的要去 比如說來小明星這邊 當那個硬東西 寫大學生 公讀生… 對 公讀生 然後如果你沒有去實習 那堂課就會被當掉 但是我那時候因為就是在錄影了 然後我就去跟老師 我想說姑且試一試 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 我現在在錄大學生了沒 這個可以算是我的實習嗎 老師就突然笑說 好紅喔 妳就對了 大學姐 她就說好 那就算妳那個 就是去錄影是實習的 既然這樣講的話 在學校是一個風雲人物 妳的風雲是否在現在 依舊是成立的呢 咱們直接來看看 好殘忍 小優 返校日 太慘了 好樸素喔 黃紫椒 好 沈玉玲也是吧 我知道有一位王妹 什麼王妹 玄玄 那有個妹 天啊 妳還在網美後面啊 小優知道 小優知道 我不知道她是新的 嗨嗨也是新的啊 嗨嗨是新的 嗨嗨 對啦 所以妳們要認識這些年輕人 對 沒有太好 對 好 好 同學 有沒有認識 是小優嗎 等一下… 這點是… 你們是在拍她 妳們也知道什麼玄玄 這不知道我 因為我太老了嗎 我可是廣電視的玄姊 我真的沒知道耶 不要亂說 學妹妳們讓我很說 小優… 我真的在拍她 我還在拍她 本人是比較漂亮 有 好壽 好天啊 剛剛還說有點老 不要霸凌學弟妹好不好 葉天倫 葉導演 是我在說 妳知道我什麼時候咪了嗎 其實我有點忘了 我是93 A93031014 妳幾 黃紫嬌 黃紫嬌 葉天倫 有聽過 這段不能用… 這段不能用… 小優就是緊張 小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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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妳知道小優 小優 騙合理嗎 而且跟她學生 跟她們說 妳好 妳好 妳是小優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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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都不認識我 她不認識我 她不認識我 真的 妳們都不看電視嗎 對 要看電視啊 謝謝老師 妳不錯 還是妳 好棒 這段撿進去 私人收場 真的 還沒有那個 真的 還是那麼美 小優老師 妳聽說這段黃紫嬌 教育 學生很美 裡面好像也有 真的有 真的有 我知道 那個… 這個女生 熊穩的啊 但是好像有點美 你知道嗎 同學 胸膚是 我的黃紫嬌 但是 也沒有當我問完 我最近我也覺得 黃紫嬌 好尷尬 天啊 我記得黃紫嬌有些 嗨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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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嗨咖 嗨咖 小優就 小小優了 我還滿喜歡她的 恭喜 小妹 我超壞妳說她是誰的 妳 很好 我覺得黃紫嬌還不錯 沈玉琳應該也有點別形 對啊 陳菊 他 我自己也不錯 他當作詩照的 陳菊是刺青的 我知道 他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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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你的 他不是我的菜 不是我的菜 但是他的努力 他的努力有發到菜的劍 是真心的講是不是 對啊 他們的努力 你們看得到嗎 你們是有發到這個 雖然我不是你的菜 對啊 但是我覺得 我們不能因為外表 對 對啊 這句話就多了 沒有 我不喜歡 那不代表其他人不喜歡 這句又多了 他剛剛說不是我的菜的學弟 現在要來跟我告白 所以你要跟我 我剛剛這個已經買回來的 真的嗎 是熱的耶 對 真的是熱的 那你回家可以幫我按燈嗎 可以… 好…和好… 現在總統的內容 我想你都能接受 真的耶 我現在大家都知道 嗨咖獨事行 憲哥 我跟你講 那天真的 真的啊 對 是不是嗨咖現在很常主持校園 然後他都一定會就是 一直在節目上宣傳 他是四星的這件事 所以他常宣傳 有傳影片 因為他的影片在網路上很紅 我可以安慰你一句話 因為你已經明星化了 嗨咖還是一個學生感覺 所以同學反射自己的身上 是那個狀況嘛 對不對 是… 你看 剛剛嚇了一跳 陳菊也是你們覺得 是 陳菊也是 我 我也是那天訪問想說 是喔 試試看… 真的 會好也不一定 我可以再幫你後製一個 這樣才是勇敢的台灣人 起來了 好不好 可以耶 好可愛 適合你耶 新角色耶 對… OK啦 還要再加一點 有啦 他紅了… 再來淡江的 這個不是催妳 淡江大學統計系 能考上淡大 而且是統計系是不容易 哪一科 妳是隱藏這件事耶 我沒有隱藏啦 其實我有在節目上講 只是因為有時候 我在回答問題 學弟妹都在隱藏這件事情 對啊 妳是民國97年入學 97年 對 好年輕喔 對 當年怎麼樣 常常在學校 當年 當年其實我不是因為 城鎮什麼紅 就是我在一個正妹鐵板燒工作 那個店叫正妹鐵板燒 正妹鐵板燒 就是淡江很有名的鐵板燒 然後當時我在那邊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邊鐵板燒 一餐燒170以上 算貴的 對 然後有學弟為了我 每一餐都來吃 就是我在的時候都來 第二個就是 其實我在淡江有一件事情 很有名就是 假如妳上PTT 或者是Facebook 真的假的 什麼厲害 真的好厲害 不是 因為我就是之前大二的時候 就迷上了打麻將 然後後來就是 我自己就是很多人也會來我家一起打 然後也認識了就是不同科系的朋友 而且我誇張到就是 我是靠打麻將為生 一個月30天我可以贏20天 麻將本來就是一種統計學 對啊… 概率 對不對 還有這個跟這個配搭的機會 因為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關鍵點 其實它很簡單 每一張牌都有四張 對 它有排列組合 如果想要研究更高深的各位 誰要 我現在不是在隨便亂講 麻將三缺一 今年又是我代言 高朝頭再把刀紅中 她的衣服是穿了豆腐 又主要 南風是掛了樣頭 賣狗肉 西風是靜的棺材還戴帽 北風是兩人背座又翹腳 好奇… 好像他們過年特別節目 好棒喔 憲哥你剛剛講這麼一長段 是 最辛苦的是誰你知道 就是做後製的 一直在那邊上那個 OK的啦 沒關係 她習慣了… 我們都化很多 OK 來 大一體重報表 對 因為我大一就是剛上大學 然後就很想要玩 又不敢翹課 所以就一直讀書 累有三雷啊 對 我就是 我差不多在三四個月 這是誰 我啊 妳曾經是查 可是這樣很日系耶 我三四 對 我也覺得我胖得很可愛 就是大概三四個月都胖到六十公斤 然後後來我在宿舍的時候 其實就有點被同學霸凌 後來就搬出去 然後把自己關起來半年 都不跟大家交集 妳是因為鐵板燒吃太多了啦 沒有 鐵板燒是我後面 才有的工作 變瘦以後才有的工作 妳覺得妳在學弟妹的 心裡面角度是什麼 大家會看完很大 應該就會覺得是個活潑的人 而且她算很新 那個就是 年輕人應該會住 真的嗎 對啊 畢業沒有多久的學姐 直接到學校 淡江大學很漂亮的 來 一起來看看 來 返校日 倉修盛飽到未老 學妹卻不給面子 畢業公演表演 國劇經驗 所以我是北藝大第一個 用經劇改編的舞台劇做演酷 好酷喔 來… 來了… 轉的時候老師碰到地上 身高的問題 我覺得她滿有喜感 原來是這樣子喔 這是學木吞吐槍的那個 學木吞吐槍 直接到學校 淡江大學很漂亮的 來 一起來看看 返校日了 白狼 Й吐槍 白狼 白狼 好像不行 不是 哈囉 學弟你好 我顯現有很多運館的朋友 不是 我是統計系的 都在看YouTube而已 尬聊 他說他都看YouTube啦 我沒什麼YouTube平台 真的沒有在看電視 所以你最喜歡淡江的結束 我最好是白狼對不對 他一直在說白狼 好小豬 好像是吳宗憲的其他藝人 好 我以為這樣 吳宗憲其他藝人 我亂講的 雖然他大大名很大 比較漂亮嗎 好漂亮 嗨 妳覺得沒有前度後翹 沒有這麼冷的時候 當然要穿暖一點啦 而且我已經很久沒有前度後翹 我是散江統計系的學姐 等一下 我覺得本人比較漂亮 結果我根本不認識這個 真的嗎 妳有在電視看過我嗎 我沒有 沒有在看電視 但是我看本人我覺得是漂亮的 大船系的楊雅船吧 朱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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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她是統計系的書姐 對… 大船系的學姐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還混得了 我有點嚇到 為什麼要怎麼會 太驚訝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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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有看過… 我有看過 我有看過 對 然後主持台三愛玩客 然後之前有主持青春好季頭 然後有上小明星 或帶來日本或玩玩家 我有看過 謝謝 我知道她有出寫登記 然後就是漂亮的 可是我也沒有去查她 是不是單純的 對啦 很漂亮啦 而且屏幕超好的 大家知道她屏幕超好 為什麼她寫登記 很會說話耶 她是關鍵長對不對 她是關鍵長 好感恩 我知道… 她也還可以 可是不是我的菜 你誰啊 不是你的菜 她比較可愛吧 我比較喜歡她 你比較喜歡 LINE 陳愛希 因為她是我表姐 對 她不是我表姐 對 愛希啊 真的 知道… 還不錯啊 滿正 很甜美這樣 來吧 嗨 學弟好 我是小豆演 嗨 我是小豆演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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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嗨 嗨 你好 嗨 你要跟我說什麼 你要跟我說什麼 你要說什麼 來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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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度方面是有在加強 有在加強 對 就是都沒有任何一個人提到 但是我們會主動問說 小豬 黃偉 小豬還以為羅志祥呢 對… 因為我們優秀的學長姐太多了 桂倫美 魯廣仲 坤達 周敬偉 好多喔 很厲害啊 所以就輪不到我 會努力的 有啊 他現在已經進步很多了 對啊 很恐怖啊 他應該算 什麼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沒有 是很願意努力的人 因為小豬為什麼 你知道他保有這種純真的美感 而且很開朗 但是人家又會覺得說有衝突 因為淡大 統計細緻 是聰明的學習 聰明的學習 聰明的學習 高才生 然後人家會覺得 這應該是很聰明的女孩子 怎麼感覺有點白癡… 沒有 我就只有 我只有數學好 我真的只有數學好 這是呆萌 呆萌… 對 彤哥…79年入學的 妳是流行音樂社創社長 真的假的 對不對 流行音社 是這樣講的嗎 對… 熱門流行音樂 不是熱音嗎 我們叫熱流社 對 希望是成為音樂界的 一個熱流這樣 然後他說因為我們組團 玩那個搖滾樂 我大一進去的時候 因為高中的時候就有組過團 我們進去有一個學長 就辦他的演唱會 他就請鼓手是音樂系的 朱宗慶的樂團的那個很厲害 酷 他是Pro的 就上半場也完 他要去表演了 就走了 結果下半場那個Uncle就說 不行 這個歌沒有鼓手怎麼辦 有沒有人會打鼓 同學就拱我上去 對 然後而且學長姐給我一個外號 他叫青春小鼓手 對 就那時候 畢業公演表演 金劇 國劇 金劇 就是我是北藝大第一個 好酷 第一個那個用金劇表演的 那個算…改編的舞台劇 做演出的 好酷喔 來…拋槍鏡 拋… 你要拋一下 再一次… 憲哥 來 對啊 每個最基本的都要會的嘛 對不對 對啊 來…現場來一下 一套… 我很久沒… 簡單的好了 簡單… 緊張… 不會甩… 公公 出場 亮相耍槍 那個聲段 轉一下… 為什麼 變動… 阿咪老師什麼 我跟你講 他這一個是怎麼樣 剛剛有沒有 是航家嗎 轉的時候老師碰到地上有沒有 對 身高的問題 你應該拿小隻一點的 我們現在帶我們去學校看看 好不好 一起來看看 重重的返校日 我看到沒有 國立的喔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有沒有 戲劇學院 傑出校友 這是我 有沒有 我這一看這壓力好大有沒有 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中文學妹 看到沒有 今天我出馬 怎麼切齊索娜的聲音 謝盈瑄學姐嘛 在金馬獎得獎這樣子 茵茵喔 還有那個 那個寶咖咖是不是 我只知道一名 寶咖咖 好久了喔 唐重聖是不是 我覺得她滿有喜感的 其實也滿感性滿吃心的 原來是這樣子喔 這是沐村 沐村拓宅那個 學沐村拓宅那個是嗎 學沐村拓宅 阿翰嗎 阿翰 然後還有草叢嗎 我記得納豆 納豆嗎 對 納豆 納豆也 納豆是 我知道… 你說唐重聖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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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戲會來答來就 其實妳們很貼氣啊 就是 那妳直接跟她說 知道 好冷靜喔 有點看不出來 你可能也看出來 我發現妳在看不出來 可能會認錯的 哈囉… 你看我剛剛猜錯 我看你們是 我猜你們是音樂戲 你知道為什麼 音樂或戲劇嗎 我講錯 我會講是外型 穿得比較髒 因為你們沾到顏料 然後不是蟲 不是人長的蟲 是說衣服 可以就比較邋遢一點 這個意思 對不對 工作的時候是真的 看到沒有 今天來看一下這個 後來他們站出來的時候 我就說 我就跟工作人員說 這是美術系的 因為看穿多鞋 然後穿這個涼鞋 你看涼鞋亮一下 但確實他們上半身的這種 這種漂亮跟這種 那個叫什麼 美術系不太會穿這種 因為這種沾到顏料就完了 對啊 你看美術系 然後會流鼓子 我跟你講 但這麼乾淨的是很少見的 真的嗎 對 而且美術系這麼帥的 很少見 沒有耶 好 莊凱勳 鍾心靈 好像也是 很小隻 然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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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有出一個專輯 是醜醜嗎 對 真的 他長得很不帥 對 就是可愛可愛 對 比方說如果男朋友交往的話 是莊凱勳比較接近理想情 還是往上紛盛 當然是莊凱勳 當然是莊凱勳 他納豆比較好笑還是糖對不對 納豆吧 哇靠 沒出行中的 完全 因為他長得也比較 更有膝蓋一點 他長得更有膝蓋 對 只是在長相上好笑 對 對 對 第四 喝個罩 對 好 不然喝個罩 喝個罩 好 喝個罩 完全傻眼的孩子 來…喝個罩 來…我們自拍… 來… 我其實就是 我高中的時候 有聽過你的演講 幾個同學在拍片 電影系的 你那時候就問說 那 然後我就舉手了 想說那我要聽 然後那時候 我們國文老師看不起 因為他就是一直 很看我沒有這樣 是 對 然後 這個想不到你 因為當時一個小緣分 現在這個地方又遇到了 對啊 希望以後有機會拍你的片 加油喔 加油 好感動 好感人喔 剛好遇到電影系的同學 在拍實習的影片 他們這個時候 拍這種影片 剛好是中世紀 對 為什麼 很簡單嘛 當個網紅都OK 像那一天這個五個網紅 然後進來朝聖說 天王在這裡 來主持借了什麼大哥 怎麼樣 然後就進來 五個非常恭恭敬敬 我說你們幾位就評審 寄生於可勝亮 大飛彩到逸祥晚拜 北科大電極喜 九二年入學 我算個大一加入任意社之後 我就自己去外面組了樂團 校園演唱會 他就說不然你們來唱開場 那一年的壓軸是蔡依林 藝翔 藝翔 他只有藝翔 不知道 跟藝翔是真的比較好嗎 藝翔吧 藝翔… 藝翔耶 藝翔… 藝翔 藝翔 五個非常恭恭敬敬 我說你們幾位就評審吧 他們五個人加起來我告訴妳 這麼多 裡面有一咖 菜喳 還有一個叫什麼菜爺 還有號 什麼號… 對啊 這幾個 對… 都是很厲害的 這個江山帶有才人出 而且他們在這個範疇裡面 他們有機會是稱王的 是 網路上人家喜歡這種素人 來表演素人嘛 對 各舉三投 而且好好還娶到女神 對… 真的喔 你也娶到女神啊 對… 還自Cue耶 自Cue 你可以說這樣啦 對… 你怎麼講就倒過來不能講嗎 她怎麼了 老婆叫 女朋友叫 洞儀… 洞儀她還找到個渣男咧 喂… 那什麼啦 男神啦 對啊 好夫婿… 對… 不知道大飛的學校是這麼厲害 你知道嗎 是…北科大電極系 九年入學 你要跟Jolin同台過 厲害了你 我那時候呢 因為那時候我們學校有熱音社 然後我大一加入熱音社之後 那時候我就自己去外面組了樂團 能玩能讀書 能讀書我不敢說 就是能玩 可是憲哥你看看他以前長這樣耶 對 怎麼可能他長這樣 對 不是吧 這是原為人吧 這是你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自己組了一個樂團 叫次等公民 那時候就辦 每個學校都有校園演唱會 然後我們就去跟他說 那你要不要給我們唱個 唱一下 有機會嗎 對啊 然後他就說好啊 那不然你們來唱開場 好耶 然後那一年的 OK 那一年是Go Go Sister Go Go Brother 特務J那張嘛 對 然後那個是我跟他同台 你這個是還真的同一個 同台演出啦 對 也有那種什麼 我昨天跟吳宗憲同台 後來就那個照片出來才這樣 同台 這樣子啊 牽強… 打敗星光歌手 然後那時候我們學校大一進去的時候 我大一進去就算是一個很風雲的人 就風雲了 大一我們辦了一個 英文系跟電機系合辦的歌唱比賽 英文系有誰 這兩個人 就是一個是校園歌喉站的 一個是星光幫的 這兩個人 因為他大為界 他們都是一直以來都是蟬聯學校 只要有辦歌唱比賽 他們就第一名 吳宗憲的時候就是唱流沙 然後那一年我們就一樣唱 我們上去比之後 我就唱信樂團的 吳宗憲沒有入圍 沒有入選 就代表我幹他 所以你的成就在於 人家出事就對了 沒有 只有這個爛三名 不… 因為那時候的評審是國文老師 什麼數學老師 然後我上去 因為唱到最高音的時候 信的高音很高 我就破音了 我一破音他就加分了 第二名的女生是 一上台就跌倒 還好沒有讓你去當作 那個從東府升旗典禮的事 太可愛 太早了 你應該帶頭抗議 接下來這個是比較屬於一些 學生運動 很怕氣 因為北科那時候很嚴 要求要晚自席 大學為什麼還要晚自席 而且他是規定晚自席 你不到還會扣你分的那種 誰會晚自席 我從來沒有聽過一個大學者 你要講真心話 這也算是一個好的老師 他沒有必要去為大家設想這些 但是譬如說規定要晚自席 但是如果你能夠在班上 前30 前40 你可以不參加 對 這樣才合理 有沒有道理 如果是以仗的話 我等於都要參加晚自席 對 一輩子沒有缺席過喔 對… 必須的 這個是好像比較厲害的算法 來 趕快來看一下返校日好不好 大飛返校日 余淳慶吧 吳宗明嗎 什麼大飛 好像都是北科的吧 講到了… 這是一個非常… 好放不去的人 對 你知道大飛有組樂團嗎 知道… 那你們會想要唱他們的歌嗎 不會 我本身比較彈那個民謠吉他的 比較沒有走樂團的方向 其實我本人呢 以前就在這個位置 尷尬…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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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尷尬 不是 尷尬這麼無聊耶 蒙課 對啊 原來你也是蒙課吧 哈林尷尚進吧 算是我們的大學長 同志先吧 算是科技業同座吧 不知道 因為基本上那個介紹結束校 有上面貼的一般來講 都是企業家 所以我不會被貼在上面 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你好 我是大飛飛 S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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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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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哈林尺尺 你是 Sore 那有什麼東西 台灣小學長還是什麼 台灣小學長 不能… 那個是… 他看到他 講話好像科技喔 好科技喔 那個是什麼 你會唱一下公人嗎 公人 哪一首 外星那一感覺 我收到那一首 我收到那一首 我收到那首 我收到那首 大家比較早就遇成績嘛 然後還有那個合作董事長 通子賢 非常喜歡 不好意思 為什麼義祥比較好笑 口號 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還會唱歌 唱歌也不錯 對 常去K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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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去KTV的 無非是他 很多集 這種事情傳到這裡來 老師 也是我以前 遇到老師了 都在電視上看到了 那個什麼主任醫生那個 對... 實習到手 實習 實習醫生 不是知識你人在學校的優秀嗎 對 老師好久不見 他在學校 是另一方面的優秀 對 我都跟我太太說 這個就是以前我的學生 怎麼會去演戲 我說人各有志啊 真的耶 謝謝老師 好開心 好開心 還不錯啊 還滿好笑 跟逸祥誰比較好笑 逸祥吧 逸祥耶 為什麼是選逸祥 對不起 你好 我是大飛本人 你好 你好… 我知道… 求婚 為什麼 跟那個誰 今天跟那個 陳希 楊陳希求婚的那個 然後 就 就是終於卡 我 大飛 我比較喜歡大飛 但我覺得印象比較好笑 那喜歡 比較喜歡大飛的原因是 就 他整理性向來 讓人比較喜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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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知道我求婚這件事情 這是新聞報很大喔 你知道我是北科畢業人 真的假的喔 對啊 我是北科 那個時候我離開的時候 這裡都還沒成型 我要給你們大大的擁抱 幹什麼 不是 不是 這個是友誼的擁抱 好笑喔 偶爾回到學校裡面看看 好好玩喔 但是居然被逸祥給壓著打耶 對 逸祥真的是很多人 沒關係啦 就算比較喜歡大飛 還是逸祥比較好笑 應該就學殺蛇了 重點是喜歡逸祥我覺得還好 喜歡HighCars OK 來 多大了… 學生時期就是明星 歡迎最遭遇毒蛇平溫 正大 大學的時候就有在帶野獸身啊 問題是 一個女孩子貼在那邊 上面寫著免費試用30分鐘 太好了吧 10分鐘很久 她以為是正大笑話 完全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 妳那麼好啊 對不起 這個好失禮喔 照片根本不太一樣 我現在喜歡的什麼嗎 因為我在正大 不是 個人比較喜歡可愛一點 我覺得可愛是大耶 講什麼 好可怕 學生 服大的… 她太漂亮了 第一條 我想 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去 對啊 這怎麼可以啊 真的… 真的有 今天是詐騙千萬一 50年磨一劍 新年你最劍 神經病 今年才剛開始 他有人要買機車送你啊 因為那個時候我在 就是社團認識一個女生 然後就聊得也滿來的 但是就是 就是我是把她當朋友 她就說妳可不可以送我回家 她常常就會這樣跟我說 可不可以送她回家 可是她家就住在新莊 她就很常就一直叫我 就是要送她回去 那就綜藝你啊 然後我那時候就騎 因為我那時候騎我爸的老摩托車 然後一直騎… 騎… 然後她就覺得說 你騎這摩托車 騎… 不是啦 咖哩雞鎮啦 騎你騎鎮 這張我們不是很想騎的 然後就送你那種 然後她那時候就跟我說 你這個摩托車 你那個摩托車好像快壞掉 我說對啊 這個就是常常去修什麼 但是沒關係 而且因為我爸給我的 她就直接這樣跟我講 那是打嘴炮吧 沒有 因為他們家是就是 做工廠的 做白鐵的工廠的 五金 家境不錯 她就一直跟我說 要不要送一台給我 就跟她說不用 搞不好妳現在已經接管五金 那個工廠 對啊 都開特殊大了 但是老實講 無尊那時候是真帥 因為他瘦了大概10公斤 他不講話是OK的 人家都是越來越漂亮 而且他這一陣子等於是 醜得高遠起 有沒有 又胖 又胖又醜 最近就是說模仿出名 得到教授的喜歡才得到學分 就是以前教授都會問說 隨便舉例可能說 這個學位1加1答案是多少 就是那個同學會 然後我們同學就說 老師 我知道那個九孔他會 然後我就會站起來說 大家好 老師好 我是九孔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我是軍事專家 張友華 話多 朋友多 知道的秘密也多 1加1答案就等於 好愛表演喔 然後同學馬上說 柯文哲也會這個 這個喔 那時候就有柯文哲 那時候拿來柯文哲 沒有說主力 就是這一次 學校裡面活潑的 對 大家就喜歡這種同學 而且教授的 他也主持才奇怪 體育表演會是一年一度 很大的一個表演會 然後那個時候 我跟包大哥的兒子 包廷正 我們兩個是大學同學 你們是同學 我們是同學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他兩個做搭檔 在每一段主持就穿插模仿 然後他會beatbox 然後我們又跳跑跑跑 就是等於說把整個體育表演 做得像綜藝節目一樣 然後到後來就是 每一屆 到我現在畢業 後來每一屆學弟妹都會問我們 兩個說 然後甚至那時候有一個 有一個科目 那個老師非常嚴格 那個教授很嚴 然後我就想 糟糕 因為我每次去我都遲到 我想死定了 應該會被盪掉 一定會 結果後來就是我就遲到… 後來有一次我那天又遲到了 然後那教授就說 你們那個無尊今天又沒來 沒關係 因為他應該是錄影太累了 沒關係 他喜歡幫你講話 已經有在電視上露臉了啦 對 然後他就看到我主持體表 說他應該是主持太累了 沒關係… 然後後來就讓我過了 你這樣是好的 因為像我們那時候 有開始被認出來 老師反而第一個點名 對 都是叮我們 然後我們可能有點小碎過頭遲到 以前都不會被第一個點 後來都被第一個點 沒辦法 職業學生嘛 對啊 來…返校日好不好 在新莊嘛 對 夫人大師 來… 嗨 嗨 嗨 你好 憲哥 你好… 我們要做剛剛我們的東西 然後我們先拿出我們的手機好了 妳臉我突然那麼紅了 我沒有 因為他也一點紅了 你看一下 這個同學比你好笑 你還記得你有一次 在我們的鳳凰廣場 然後拍一張那個 是賣東西的那個看板嗎 對… 對啦 對 都差點都忘記了 沒有假髮的 真真 嗨 你好 我是真真真真 假假假假大真真 不管是 這半的秒鐘在那走真 我依然活潑的能竟然跳真 也不是真 保證讓妳美夢成真的 真真 好可愛喔 謝謝 嗨 你好 我不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沒有假髮 有… 沒有搞笑 有點沒有 有… 還有妳謝謝啦 那我問妳 妳有按我們的暖戰嗎 沒有 好 好 我們就跑到那邊好了 不要記得按讚啦 阿姨 妳在送我 阿姨 阿姨 對 阿姨 我聽到手來的印象嗎 有印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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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印象 給我個面子 點個頭好不好 點個頭好棒 假裝一下 有兩個新粉絲要開發 我跟妳講 台北市長柯文哲 這個 我講是這樣子啦 這個台北市 這個則是選舉啦 我跟你講 用一個避免登革任的方法 我把那個方文憶放在手掌心 這樣就可以避免那個蚊子 嘿嘿 見鬼啦 歡迎收看綜藝王很大 歡迎小隊長KID 欸 漂亮喔 這樣是不是 漂亮喔 欸 是不是 可不可以 漂亮喔 嚇到人家 漂亮喔 蔡依林 阿滴在上文 妳是有好笑的那個舞者嗎 不然是非常 就是很 我覺得她很 我覺得她很 就是因為她是比較搞笑 扮相比較多一點 就是 然後她都 就是她都很樂於去 嘗試很多的角色 我覺得她還滿厲害的 好認真 對啊 嗨 我們今天來就是來實地 街頭測試一下 你剛剛就說她在旁邊嗎 沒有…我只是覺得大家 所以你剛剛戴口罩 我剛剛戴口罩 她也感恩嗎 謝謝 是的 沒有錯 我們現在所待的地方 就是 然後以前我也是熱音社社員 然後每次我跟大家說 我以前是熱音社 聊天社 他們都怎麼可能 你看起來 一定只是跟樂器跟音樂 沾不上邊 超不像的 好 今天既然如此 在節目上我就 來證明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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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鼓 這個鼓應該拿得算很僵硬 對啊 因為會緊張鏡頭在拍 不會 不錯… 還有個才華嗎 可以… 今天三個人都有參加那個 搖滾音樂的時候 對啊 都知道而已 越活潑 越活潑的孩子 在未來越有機會 真的… 對不對 而且我那一次去其實 我真的滿意外 他們會認得出我是誰 因為我戴著眼睛 戴著帽子 戴著口罩 你現在是小天王啊 沒有… 漂亮喔… 屁啊… 漂亮 是不是… 漂亮 真的 好像喔 太像… 太像了 還不錯… 加油… 政大有沒有 厲害了 這裡面最難考的應該最高學服 應該最高學服囉 最高學服 人家跪著看 沒有 那時候會 其實我後來那天去完學校 我是有點難過的 因為我突然想到很多 我在政大的時候 是我覺得 我其實人生最不快樂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考進政大的時候 我已經在演藝圈一陣子了 因為我從在中山女高 就在演藝圈 然後我們學校是非常學術 跟那個非常保守的學校 就讀書很好的啦 我學校考試都有過 但是我的出席率很低 但是我的剛好相反就是 老師後 同學會去抱怨說 他考試有過不算 因為他沒有來上課 沒錯 抗爭 但是那個不重要 但是剛剛那一張照片我有意見 哪一個什麼照片 這一張 大學手就有在代言啊 瘦身啊 問題是一個女孩子貼在那邊 上面讓人家寫著 免費試做 那是一個瘦身廣告 而且我為什麼 試做 太好了嗎 10分鐘很久 我現在也可以給大家免費試做 10分鐘啊 不是 那時候那一陣子很流行 就是瘦身廣告 然後最重要是我找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很興奮的哪裡製作單位 是要證明一件事 因為那時候沒有修圖 沒有美肌 所以我想說20歲的我原來是有 這麼青春的統體這樣子 現在很好啦 而且那個時候 有一堆的外校的仰慕者 真的多到一堆 因為明星嘛 這個 而且他那時候說有人送他機車 我突然想到 這個送我花的人 是每天開著法拉利來送我花的 法拉利 好厲害喔 然後就是每天送一束花 但是我前面有講 我很少來上課 因為那時候工作很忙 所以到禮拜一到禮拜五 到禮拜五嘛 老師受不了 趕快跟我說 因為花快臭掉了 花多棒 多臭屁啊 他都可能說他比邵婷症 我不能講 很棒 這些花可以拿 這個抓 這個抓 這個還好吧 而且你要照 不是現在 我看看剛剛那張泳妝照 這樣子送花應該還好吧 完全被變 來 返校日去學校找找看 來… 來看一下 正大 姚妹 來 返校日去學校找找看 來… 來看一下 正大 姚妹有 林懷銘吧 靠近眼影 對 不知道 她以為是正大笑話 完全不知道 我不是 好 妳好 對不起 老師妳好 我看過 看過嘛 對不對 就是平常在綜藝節目上面 對 可能我比較紅的時候 妳們還還沒笑 有可能 她說有可能 她回應妳 好… 陳之后 林怡辰 蘇打律 陳其真 桃進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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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媽媽 是同教藝人 本來蠻會講話的 這是什麼 好可愛 怎麼講 是不是有講好話 我剛剛想說誰那麼漂亮 認真 沒有 你們比較漂亮 沒有… 沒有 今天我們節目就是來訪問 那個學弟學妹 看認不認識就是學姐 一生學姐這樣子 對啊 離開學校已經20年了 看不出來… 沒有看 看才剛畢業 剛畢業 看你們興趣的臉好 真的還滿多 HOW我覺得還不錯 他YouTuber最近破百萬 做得滿有成績的 蛤 何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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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宇文都知道 知道喔 對 然後蘇打律人就正當 蘇打律人 然後張醫生 陶進藝術 那你們怎麼突然看過 很遠藝人 然後有看過他上通告 還不錯 還滿漂亮的 你好… 謝謝學姐 謝謝學姐 沒有 我已經是媽媽了 大概一大 大概十幾歲 二十幾歲 好 不知道 何宇文你說 何宇文 你知道是 我知道 對 我學弟你好 我不是 我不是 你是粉兒嗎 對 我是何宇文 學弟我跟你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何宇文 我是 是哪兒是 一樣 學姐好學 對 但當然的確我是一個媽媽了 所以可能講的話 年輕人比較不喜歡 那我會努力讓你們更喜歡 好不好 壓力好大喔 好不好 有禮貌 OK… 那以後如果我在 綜藝節目上出現 你要多支持喔 好不好 會… 張宇生啊 一直在補唱 出達率 斯拉夫語系 阿拉伯 阿拉伯 我的錯 我對不起 你是何宇文學姐 來 原來是這種根性 你知道嗎 我覺得照片 漂亮嗎 好看 就是 真的… 真的喔 對 真的 我是你喜歡的型嗎 因為我在政大 一定是 好可怕的學生喔 那你喜歡哪一型 我覺得 我個人比較喜歡可愛一點 我覺得可愛型大 在講什麼 不愧 林氏貴主任 浩浩 知道…有點老 俄語系 很優秀啊 私生的優秀藝人 就他已經在演藝圈也是一陣子 可是他出現聊天主 都還是滿有內容的這樣 美鳳姐還是 藝文姐 還直接宇文姐呢 幹嘛… 感覺我身上有 真的很好 我好感動 是今天在把我講最好的 真的嗎 妳很棒… 謝謝… 好不錯耶 怎麼樣 回到學校有Feel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真的是因為看了這個訪問以後 回家訂閱了浩浩你知道嗎 學校變化大不大 對 到底是誰 對 因為我覺得我要很老了 就覺得跟他們有脫節 看到很多學弟學妹 好像就是有變年輕的感覺 今天從你們在聊天的 這種眼神裡面 真的 真的 然後大家 真的 真的回到學校裡面去走一走 那個外景要結束的時候 我都不想走耶 好懷念喔 而且我們學校 又多了什麼咖啡廳 什麼造景 什麼公園 對 很漂亮 還有藝術的那種表夫 然後有些樓是新蓋的 對不對 你會不想去最常講的一句話 以前沒有這個 對… 而且我連外景錄完 我還留下來在學校餐廳 吃完飯我才走了 捨不得 超有趣的 太棒了 你有多久沒有回到學校裡面去看看 回去看看 讓學校以你為榮一下 對啊… 我們也這個 謝謝你們六位的分享 太精采了好不好 謝謝他們 謝謝 謝謝… 謝謝